新聞一開始來看 第第四十多公圈的道路崩起之後 近年討買一年晚 經過八戒銷錶才發報 這個狀況就發生在火團鄉的客房路 去年八月分好大後 作成落機崩起 加上這個地方又是當我們的位置 雖然管建戶有緊急用更幫 洞罪臨時的洞頭衣 必須要落機一直崩起 不過一年多來 守護港町一直錶不出去 最後職合和白岸跟作會處理 提官邱凶代表議員 第第四十多公圈 所以因為是我們都 如果沒有關鍵收穫 過路人確實很危險 只是這個地方 有什麼意義在崩起 正在非勤的官議員張漢天 這當中拿出港町建議 剛才的眾議士 剛才才而已 沒有這個人做基礎 忘了地留 所以你來就去頂 水流其實很大 水流其實很大 水流流 水流很大 所以原本的眾議士 我們是擋護想 在這裡來清洗 清洗透過 整個水波 在這裡下線 工廠總算發表出去 火大人也放心了 就因為工廠不是很大 保障不願意來錶 錶了八戒才有手上來 官長王輝密 是來解釋過程有多困難 但是加強很多的地方 最重要是 六次沒有人要錶 八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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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次兩次 六次之後 還有一遍大家會怕 同樣的 刺激下去還會有問題 所以大家會怕 我們就想另外一步 跟北京還要錶 拿回來 所以說後來 關火幹部儲標時 時間的困難度無關 工廠在九月底的地檔完成 到時候地檔比較薄 鄉親利用掛簿路 往來很溫柔的安全性 就像發新聞中四兩 火大菜方報道